从前我们常听说 歌不在江湖 江湖里却总有歌的传说 用来形容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而今天我也好想说 树玉镜而丰富指肖战渴望的安妮已经变成了此时的奢侈品 可不是呢 肖战从去年镜组拍摄交洋傍威以来 鲜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即便是需要出面的直播活动都应当机改成了录播 学习健身拍戏每一项都是默默开展 低调进行只想让自己降温 可是即便如此 关于肖战的特类通稿依然满天飞 一会是和某某女性恋爱了 一会是将要和某某女性拍摄新剧全是溜瓜 一会又是参加跨年活动 近日某知名男星跟自己的助理影官官宣身子 肖战又被暗冲出地带上了 想来所有的瓜都可以扔给肖战啊 反正只要能够上热搜 各路小编们真是无所不用及其 肖战的低调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早在2019年爆火后 肖战每一次的采访里都不止一次提出不要捧杀 真的不要捧杀 因为读过书的他太懂得枪打猪头鸟的真正行业了 于是他努力的小心翼翼哲 他是谦逊七年都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和前辈和同辈和粉丝们保持着良好的距离感和适度的亲密关系 却内人对肖战的评价无疑不是很谦虚 很礼貌很认真的一个年轻人 是的肖战的低调我们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肖战的低调我们都懂 大多数年轻艺人只要抓到机会爆火 一定会是用时间换空间 拼命接戏 惨增益 参加各种活动 以保持自己的人气热度 这无可厚非 然而肖战的睿智令他目光更长远 而不仅仅是他练眼前这点迎头小力 走实力演员之路 这一目标早早就落进了肖战的心里 他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用时间来沉淀自己 打磨自己 直到拥有最分满的语意才开始展翅高飞 所以此时他仍需低调让周遭忘记他 而他需要抢夺更多的时间来闭关练内功 他不能分心 很多人说肖战的低调是迫不得已 我却想说肖战的低调实则是蓄谋已久 当然我应该用有备而来 这样大家听着就舒服了很多 可是我更喜欢蓄谋已久这四个字 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来自有文化 有见识的肖战那颗深藏的野心 这是一种反复父母对自己孩子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欣慰 打个比方自家的孩子父母都希望他们机灵一点 甚至自私狡猾一些都没问题 而别人家的孩子就希望他们都憨厚老实一些 最好单纯到没办法伤害到自己的孩子 这样大家都明白了吧 好吧 今日的最碎念不过想表达 肖战还是继续保持你的低调 用你的谋略战胜一切纷绕 独守自己的一份安宁 这个世界与其做一个光鲜亮丽的蟒夫 还不如做一个隐忍智慧的野心家 祝福肖战一切顺遂 左相披靡 肖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